拍婚纱照不一定要两个人哦 在高雄最近相当流行拍个人婚纱 许多的女性朋友虽然没有另一半 却到婚纱店拍婚纱照 先一步的享受披白纱的幸福感 因为只有一个人拍 当然价钱就比较便宜 吸引了许多的单身女性前去询问 业者表示单身婚纱将会是未来的新商机 新郎新娘成双成对的拍婚纱照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但现在可不是只有新人才拍婚纱 这一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 到婚纱店指定拍个人婚纱 妈妈她就是26岁结婚 所以也可以像她是不是就在这个年纪 就是由自己的家庭拍一个来做纪念 谁说一定要有新郎 郑小姐说她很享受拍个人婚纱的氛围 而且可以为自己的青春留下美好纪念 因为只有一个人 价钱也只要半价相当划算 就是一般的那种纱绒罩啊 她就是比较真实的礼物 可是这个个人婚纱照 她还可以就是穿上自己想要穿的白纱 业者表示拍单人婚纱一套不到两万元 就可成型 有二十几张照片任你挑选 以上班族女性询问最多 将是未来婚纱新商机 你觉得是比较紧选